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完全康复后 我们更是坚定推广此疗法 他之后每天行走万步 至今年6月 即将满三年持续每天万步记录 可惜昨晚再次复发 对比之前的核磁工程结果 肿瘤更大壳 出血量更多 昏迷指数约9 之前一直正常 我们非常挣扎 仍决定带回家治疗 能否请教医师 能够给予什么样的建议 尤其昏迷 可能无法进食等 我们如何操作 谢谢 新加坡团队回复 您提到 三年前开始以原始点按推 温敷及喝姜茶来处理 每天走万步 体力也很好 期间原始点位置都没有痛点了吗 头部周围都没有压痛点了吗 只要压痛点都没有了 体长修复了 症状才不会出现 但最近在此发作 您所说的发作是指出现什么症状 而现在它是昏迷中吗 西医 以医器检查出来的异常肿瘤 及脑出血的组织受损 都是果 而非因 所有疾病的症状 及衰老的异常 尽因体伤和认识不足所致 有症状必有体伤 你母亲会昏迷一定是头部体伤所致 身体为了自我修复体伤 必会消耗更多热能 所以体伤严重 会使热能严重不足 体力虚弱 治疗方法 必须按推头部原始点 与并加长温服头部的时间 也可在头部周围找压痛点 若能把头发剃掉 涂抹姜粉泥 会更加有效 现在无法进食 只能靠外热源的补充 一旦能进食 务必 熬煮 参 姜 汤 补充它的内热源 请参考 原始点 脑肿瘤案例的 调理方法 请老师补充说明 有时候向这些患者提问 因为第一个都是用文字叙述 我怕跟你提出来的 跟我想象的会有出路 有时候蛮难回答 比如说他现在的影片 如果没有传来 我说如果要问问题 最好把他的影片稍微拍一下 那不能进食是完全不能进食 那如果完全不能进食 那就有问题了 你 我就会开始想很多 那他都不进食 你还会安心来问我这个问题吗 那这一段时间 到底有多少时间都不能进食 不能进食一个人不进食的时间 如果久了 那个生命都会严重的威胁到 所以这个问的我感觉就有一点怪怪的 我就是直接就是不知道怎么回答你这个问题 到底他现在不能进食 你们用什么方法 一定有替代方法 比如你们是不是有没有找西医插管喂食呢 这个我也不知道 但如果都不能进食的时候 怎么处理 所以还是他真的可以喝一点东西 所谓的不能进食就是不能吃一些 比如说米啊 饭啊 面啊 这一类的 然后他还可以喝一些议题的 是这样吗 我不知道 感觉上就是很难回答 所以我建议 如果问的问题最好还是具体一点 然后最好把它拍一个影片 然后写详细一点 这样或许对你 我们厘清之后再来回答你会更好 好 我就补充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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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